社护腺肥大会影响下密尿道功能 是男性患者来到密尿科的主因之一 50岁以后约5成男性开始出现下密尿道症状 80岁盛行率高达8成 诊所密尿科主治医师张云竹说明 社护腺位于膀胱出口下方 随着年纪增长、慢性发炎 男性荷尔蒙的刺激会逐渐增生肥大 日益严重时会排尿断序且尿不干净 尿后滴滴答答贫尿甚至尿失禁、夜尿等 那么社护腺呢 它其实可以说是人体的器官当中最不服老的一个 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 我们皮肤、毛发或其他内脏的功能 都会逐渐的衰败或是说退化 但是社护腺反而是越来越肥大 那从50岁开始呢 已经高达有50%的男性都会出现一些 因为社护腺肥大而造成的脑仁下面要到症状 所谓的下密尿道症状其实可以分为两类 首先是因为社护腺肥大本身夹急的尿道 所造成排尿、尿不干净、尿流缓慢 或是尿后滴滴答答的情形 又因为这些增生的组织刺激到了膀胱 造成一个贫尿、急尿感 或甚至急迫性尿失禁 又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 被这种刺激感频频的起身 必须去验尿的情形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患者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持续药物 去控制这些症状 我们医生会比较积极主动 会建议他接受手术呢 主要是有以下的条件 那当然就是已经吃药吃到说 他虽然已经吃了两三种药物 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去控制 他这个下密尿道的症状 又或者说这些药物呢 造成他其他的副作用 或者是说已经非常厌倦 不想要再吃药 可能还有吃其他的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药物 又或者说因为他这个摄护腺肥大阻塞 造成了反复密尿道的感染 会产生了结石 或是急性的尿滞流 必须跑到急诊去插尿管 倒尿的状况 又或者是说 因为他这个下密尿道 摄护腺的阻塞 造成了上密尿道 胜功能的一个恶化 有这些状况的患者呢 我们就会比较积极的跟他讨论 是否需要比较去考虑手术来治疗他的摄护腺肥大 随着摄护腺它日益肥大 越来越肥大 他当然就会把这个中间穿过的摄护腺尿道端夹得越来越紧 因此排尿就会出现了种种的障碍以及困难 那么上天为我们所创造的这个下密尿道结构 除了膀胱 摄护腺 以及尿道以外 其实他是非常精巧的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年轻没有摄护腺肥大问题时 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憋尿 还有自由的解放呢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内阔约肌 以及外阔约肌 一个神经肌肉的控制 那这也是我们手术的重点了 我们不仅要去处理这个摄护腺的肥大区域 尽可能的将它完全清除 我们也同时必须维持内阔约肌 和外阔约肌的一个完整性 才能够避免那些诸多的处后病发症 一般来说通常会先使用口服药物治疗 当药物治疗效果有限 或因为摄护腺阻塞造成反复密尿道感染或结石 尿滞流肾功能恶化时 就是手术治疗时机 摄护腺肥大的治疗方式选择多元 可与医师讨论适合方式 我们来看这是人类近120年来 以手术治疗摄护腺肥大的一个进程 首先是1900年代 那个时候进行的当然就是一个 在下腹开一个非常大的伤口 把摄护腺组织都掏出来之后 把肚子关起来 那这样子的过程大家可以想象 住院天数时间很长 并发症也相当的多 到了1950年代 因为器械的进步 内视镜它可以开始从尿道进去 去把摄护腺组织进行切除 那这样子的手法 一直到了1990年代才开始出现了竞争对手 我们可以看到诸多就是各式各样 去以不同的方法治疗 受建肥大的手法出现 那其中被视为这个时代的 一个黄金准则则是 雷射的是弯除术 那有可能是以火雷射来进行 我就说在2005年 我们现在最新的方法 是以丢雷射来进行的 那以内视镜雷射 去做个微创手术的优点 当然就是出血少 组织的热伤害比较浅 因此它可以说是高龄 或是有其他共病患者的一个最佳选择 那雷射手术更精细的来看 其实它不是只有一种做法的 不同家的做法可以大致归类为三项 气化术 切除术 和弯除术 那么我们要讨论说 这三者当中在手术率 跟并发症几率最低的 则是弯除术 为什么我们又回到这个解剖的一个构造过来看 当我们的内视镜带着雷射 从这个尿道段进入 前往这个摄护线的肥大驱石 如果你采取的是切除术 那你就会像是拿着冰淇淋的挖勺 一口一口由内往外 把这些肥大组织挖掉 那如果你是气化术的话呢 则是进来这边 像是拿着瓦斯枪 对着这些肥大组织 从内往外想要把这些肥大驱进行一个彻底的清除 然而这样的做法在这两者身上 都会有无法彻底清除 或者是说破坏到该有的一个天然组织的问题 那么弯除术 它就可以达到三者当中 一个复发率最低 以及并发症几率最低的原因呢 则是因为它带着雷射进来这个尿道之后 对着这个肥大的摄护线组织 它不是急着从内往外去进行处理哦 它是要非常精巧的用雷射和一个玻璃器 逐渐的找到这个摄护线的肥大区 和摄护线的包膜 两者之间一个天然的 我们称为手术层面的一个区域 那四面八方走的这个区域呢 当时非常需要高度的一个技术 还有经验的 那找到这个区域之后 我们反而可以借由上天问 我们准备了这个clamp 这个层面把摄护线的肥大区完全的推进膀胱当中 同时保留这个内护约肌和外护约肌的完整性 那这是我们一个每天都在处理一个临床案例 那在这边给各位参考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树前的超音波 膀胱就是这一包装着黑黑的一个水 也就是尿 它的下方呢 就是摄护线的组织 可以看到患者已经有明显的摄护线肥大 所以夾急的尿道 使它产生了种种的下面要到症状 那这个是经过丢雷射摄护线弯除手术后 一个手术结束的一个拍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外护约肌这一圈 跟内护约肌这一圈 都是维持着相当天然完整的一个状态 那么尿道呢 已经完全的被松开 可以看到肥大组织都彻底的被清除干净 反而是只留下了这个摄护线包膜 所形成的一个新尿道 那术前长这个模样 术后三个月呢 我们追踪超音波可以看到中间的肥大组织已经完全的彻底清除 只留下由包膜所形成的一个新尿道 那此时患者当然是相当开心的 它排尿功能得到很大的一个缓解 不少人是忍到受不了才愿意手术 平均拖到十年以上 背后原因竟然是害怕术后排尿疼痛 但其实术后恢复其仅两周 是不少患者缓解排尿困难的好选择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男性那个下面尿道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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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那个下面尿道的结构